乌克兰军队在巴赫姆特地区缴获了俄罗斯的太阳重型多管火箭系统 而这系统向来被视为俄罗斯最强的非核武器之一 由于它是非制的导弹温的导弹 的燃烧面积可以达到数万平方公尺 杀伤力非常非常的强 而近期在扎波罗勒 俄乌也是持续交火 再度让核电厂的安全陷入了危机 先是机关枪交火 接着高速飞来的炮弹打来 乌克兰东部巴赫姆特西边一座火车站 已经被轰得像蜂窝一样 乌克兰指控俄罗斯在24小时之内 发动了多达60次的空袭 滥炸巴赫姆特 夜晚更是如同炼狱 每分每秒都有炮弹声 乌克兰媒体冒险在战火最激烈的夜晚时分 潜入巴赫姆特 先看到一处血红火光 接着抬起头 就看到破坏力强大的白鳞蛋 从天而降 平凡轰炸下 乌克兰士兵彻夜绷紧神经 不断徐罗紧盯敌方 他们更怀疑俄罗斯还动用了其他武器 推断俄军开始释放不明气体干扰 而从俄军日夜轰炸不手软的强度看来 似乎也根本不缺弹药 天亮了 更能清楚看到已经粉碎的建筑物 俄军还是继续打 俄罗斯对巴赫姆特采用焦土战略 不行耗尽所有弹药 就是要撵走乌军 俄罗斯对巴赫姆特采用焦土战略 俄罗斯在那里做了几个进展 乌克兰手的辛苦却只掌控不到三成区域 但乌克兰的副防长却说 春季反攻行动已经展开 喊了好几个月的春季反攻 外界物理看花 战况看似胶着 乌克兰说本来就不会公布反攻的确切时间点 而罪行曝光的攻防画面 俄乌两军距离不到十公尺 双方短兵相接互丢手榴弹 还有原本在壕沟待命的乌军被俄军丢过来的手榴弹轰的往后弹飞 而CNN派出的另一组记者前进到东南部的札波罗勒 更是险象还生 车子突然大力的晃了一下 因为炮弹就从采访团队的两辆车之间穿过去 CNN记者吓到当场标骂 赶快拿起无线电呼喊坐在另一台车的制作人 却都没有得到回应 就怕另一车遭遇不幸 还好在沉默几秒钟后终于联络上 采访团队马上加速离开现场 居民对轰炸声早已麻痹 却无力阻止一切 就连在不算最前线的海港城市奥德萨 也遭到伊朗无人机袭击 被乌克兰击落 乌克兰表示目前美国荷兰提供的爱国者已经到位 还有德国也证实他们已经交付了 Iris-T防空系统就盼望能帮助乌克兰的春季反攻 彻底扭转战局 TVBS新闻总和报道 而同时美国也不断对于俄罗斯等国家实施制裁 但是美国的财政部长叶伦认为 这些措施恐怕会对于美元在全球的主导地位带来风险 因为被制裁的国家会积极寻找替代美元的货币 继续交给资深记者张宇希 好 乌尔拆战一年多以来 西方国家除了在军援乌克兰以外 也有对俄罗斯寄出一些经济制裁 不过美国财政部长叶伦 现在是提出说 这些经济制裁恐怕会影响美元 在国际间的主导地位 主要还是因为被制裁的国家 现在开始寻求其他货币来替代美元 局里来说在俄罗斯 其实人民币的占比就是有提高的 而资深媒体人郭建亮更点出说 现在其他西方国家也在考虑 是不是要冻结俄罗斯的海外资产 来帮助乌克兰重建 不过他提到说 如果美国真的冻结了俄罗斯 在海外的美元资产 而欧元国家 欧元区也跟进的话 这个世界恐怕会大乱 各国也可能会盘算 是不是要减少在海外的美元资产 避免未来可能会遇上类似的事情 而国安会的前副秘书长杨武明 他则提到说 如果真的俄罗斯在海外的美元资产 被冻结的话 恐怕是在帮助普清 因为俄罗斯的人民还有企业 会因此对西方国家感到反感 另外一方面 美国现在遇到的问题 是他的债务违约的状况 事上2011年的时候 美国也曾经遇到债务上限危机 当时是顺利的过关了 这一回大家都在看能不能再顺利过关 因为如果真的走上债务违约意图 经济可能就会跟着衰退 而美国的债务评级会下调 进一步也影响了美元在全球的地位 而教练再度回到俄乌战争上 二名昭彰的瓦戈纳集团 传出残害乌克兰的战俘 有两名前傭兵爆料 今年二月份在巴赫姆特跟盾内此刻 杀害了战俘超过20名的孩童 不过消息箭报之后 这些傭兵却改口 他们说杀害人数只是宣称的10% 还有更多人遇害 走进巴赫姆特城镇几乎成为废墟 巷战惊险展开 枪声没停过 瓦格纳佣兵在乌东战场 持续强攻巴赫姆特 俄军的攻势甚至远到乌克兰北部 小镇伊尔平 一名女子看着自己生活超过30年的家园 就这么被夷为平地 女子含着眼泪 心碎说无法原谅俄罗斯人 不过战争开打至今 瓦格纳军团一直被视为 是俄军战场上的大功臣 现在却有成员出面控诉 前瓦格纳佣兵团战士 在访问中回忆 加入后遭受不人道对待 甚至还有人跳出来亲口承认 不能违抗命令 只能杀害无辜孩童 俄军残酷行径 反映出前线状况一团糟 有的士兵现在还是不懂 为何会被丢上战场 细数二军残忍行径 是否触犯战争罪 现在美国国会 终于召开听证会 像这名妇女一样的案例 层出不穷 乌克兰人民控诉俄军暴行 但俄罗斯国内 却开始打压异议分子 俄罗斯反对派政治家雅兴 遭控散布 俄乌战争假消息 被判刑8.5年 另外普京最近 频频朝自己人开战 落难的还有他 两天前曾公开批评 俄罗斯的反对派活动家 卡拉姆扎遭判刑25年 另外还有前记者 萨夫罗诺夫 在2020年被指控 曝光国家机密 被判22年刑期 波哈的未婚妻出面说 萨夫罗诺夫在监狱的遭遇 非常惨 对内打压异议分子 俄罗斯对外 持续军事扩张 普京展现侵略野心 但俄罗斯内部 现在似乎出现 不少反对声浪 甚至有人形容 普京政权恐怕分崩离析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